许多货车都会经过这里 而最近就出现了假警察的事件 我们带您看看 一辆货车晚上行进广西贵港 被警察拦下来 警察说他违法 要把他车开走 还要缴罚金 最后警察把他车上的货都卸下来 还给他一台空车 还要他隔天到警局去报道 把我们的交警 特循巡警之类都了解了一遍 都没有人到路上去查过货车 警方说他们最近没有在查货车 而且有越来越多货车司机 遇到类似的情形来报案 对于这些穿警察制服 查车的人又是谁呢 警方决定展开包抄 就在这个收费站 找到疑似开警车的假警察 前后夹急 嫌犯竟然开警车突然加速 冲撞了另外一台警车逃逸 但最后嫌犯还是被抓了 在车上搜出了许多车牌 还有假手铐假证件 嫌犯还花了三千块人民币 找修车厂把车子外观改成警车 车厂老板说他只想着赚钱 其他没想那么多 当然他也被逮了 真相大白 原来是有人假冒警察 拦车要钱 也让真警察差点蒙受不白之冤 中文在立音综合报道